由澳門單車總會主辦的本年度第五場單車聯賽 是安排在彈制馬場前地這裏舉行 屬於集體出發的搖圈賽 比賽仍然是分為七個組別各族 包括在ABCDE組和爬山車組以及BMX組 而比較注目的A組賽事也是首先展開 總成績領先近的鍾偉聰 今場又再次受到前度冠軍非力旗的威脅 他們兩個可以說是鬥足全場的 由於比賽是要在馬場前地這裏 賽40個圈全程44公里 所以車手的速度和爆炸力是相當重要的 除了非力旗和張偉聰之外 陳樂文和陳林輝其實也是一直壓迫他們兩個 經過了個幾小時的角逐之後 非力旗是以一個小時10分29秒的時間率先衝線 贏得今場比賽的冠軍 而陳樂文力壓張偉聰和陳林輝 只是僅次於非力旗之後屈居第二 時間是一個小時10分30秒03 其實前五位的車手相測的時間並不是很多 第三名的張偉聰只是被陳樂文慢了半秒鐘 而第四名的陳林輝和第五名的李宗彥 就被張偉聰慢了秒幾 至於第二輪進行的就包括有B組、C組和D組 參賽車手總共要賽22公里 即是圍繞馬場前地走20個圈 結果B組的得勝者是王健明 時間36分01秒55 他是比第二名的劉永康快速不夠1秒 而得貴軍的就是阮仲華 C組方面司徒達昌是以36分01秒21的時間衝線 獲得這一組的冠軍 趙紹輝大概是以半秒鐘之抄一居第二 第三名是林榮斌 在D組李志輝雖然是偷步比 但會加多30秒 但最後他仍然能夠贏到冠軍 時間是34分53秒 他亦都是BCD三組當中第一個回到終點 而安東尼和馮國明就是這一組得到第二和第三名 另外同樣賽15個圈的E組和爬山車組 亦都是增持得比較激烈的 我覺得E組前三名分別是邱康明、楊東生和黃炳全 其中冠軍的邱康明和亞軍的楊東生 相差的時間亦只有半秒鐘 鎮止爬山車組分別由林劍秀、羅氏仲和陳瑞祥得到冠亞貴軍 而馮炳心就在三個圈的角族當中 拿到BMX組的冠軍 下一場只是第六場賽事 單車總會安排在8月18日舉行 地點是坦仔北安 歐廣食記者 黃堅熊 第六場的單車聯賽是安排在坦仔北安這裡舉行 採用個人計時賽的形式 比賽仍然是分為A、B、C、D、E和爬山車總的六個組別 除了A組賽七個圈全程43.4公里之外 其餘的組別都只是賽三個圈 路程方面是18.6公里 個人計時賽由於每位車手要逐一出發 所以完全是可以考驗到他們本身的速度和耐力 在今年進行了兩場計時賽 華星車手張偉聰都能夠令其他對手贏得冠軍 雖然今場他被視為別標大熱門 但是前任澳門冠軍效力48車隊的菲力旗 仍然是有能力可以威脅到他的 而近期菲力旗的狀態也是相當不錯 上一場在探製馬場前地國人的繞圈賽 他是拿了冠軍 由於比賽的時候是落雨 所以對於車手來說是增加了難度 車速也沒有平時那麼快 原本A組是要踩七個圈 不過賽後就有車手投訴 裁判指示錯誤令他們踩多一個圈 所以他們是要求大會進行審查的 經過了大概一個小時的審查之後 大會是將成績更正 結果A組奪得冠軍的是菲力旗 時間是一個小時零九分四十七秒 張偉聰今次只能夠不居雅軍 時間是比菲力旗慢了三十一秒 貴軍的關仲賢是一個小時十二分十七秒 而蘇嘉宏和廖俊佳就得第四和第五 至於其他組別的冠軍分別是B組的王健榮 C組的楊永康 B組的李振華 E組的王炳傳 和爬山車組的陳詠聰 澳港式記者 王堅雄回到 中文字幕提供